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收看本频道观众来观战一把狼队双雄遇到皮皮 哇,这把好看了,这对抗 这种的话,先知勘探并换杂技 那主要是看这边先知能不能狗得住啊 因为其他几个角色的牵制力还是蛮强的 勘探员的话,前期其实还好吧 我觉得邦邦是可以抓一抓的 先知的话,这边看待会儿会不会防一手脆火 前期先消耗你们这边的道具 这刀这绒呢,牵制力其实很强 也有硬打架能力,但核心问题 他们救人能力也不强 他们救人能力不强 而且这刀这绒偏脆 一旦救人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是很容易被打成一个邦邦 对吧,通过防守翻盘取胜的 连扎,变换,交勾,妈 哎,这勾没打造 那这样的话一勾应该是可以上二楼了 这个人不能抓了,传送,怎么传 位置的话,因为这边脆火 我刚刚没有留意到脆火有没有开啊 这里先夹走,然后反升过去 传送,过来,勘探员,两块磁铁 现在的勘探,那可就厉害了 两块磁铁在手 看一下这边,勘探员怎么玩 这是一个双弹看看,有非常强的一个牵制力 先弹 再来,哎呦,这边吃上了一刀 这块磁铁 先一个翻板加速往外拉 这波如果能炸到的话 直接一颗遥控雷可能可以带走了 丢磁铁 吸,要不要我需要帮助 因为这颗遥控雷对皮皮来讲 就对皮皮来讲,这种遥控雷 基本上只要瞄准好 丢下去就能起伤害了 所以一定需要有一个队友的鸟来支持 那这边的话,这一波打完 我觉得整体上面来讲 皮皮保平真胜 这个局穷者想要翻盘取胜很难的 你翻盘取胜得怎么打呢 两种可能性啊 一种就是来救 救完以后让看待员自己牵制 那就是要把这个鸟留着 要把这个鸟留着 一颗球跳过来 这里的话直接捞下来 没有搏命 打一刀没打中 砸技 这边想保一小蛙 弹开 可以 这颗磁铁弹的是真不错啊 那这边可能要选择换抓 砸技了 砸技这边一个飞轮 想躲没能成功 但是身位上没拉开了 你还别说这一波其实是打完以后 皮皮的节奏断了 真别说断了 我刚刚本来想说的是 其实不就打一个三人开发展三跑行不行 那这里看待员两颗炸弹炸倒 这边想起一个平地刀很难 皮皮想普通刀打中的话比较难 两颗炸弹的话 一颗普通雷 加一颗遥控雷 连炸没能拉连上 磁铁的话 这边差一些 病患 怎么的 你这 这还有想法 没有吧 看待员这边叙述块磁铁了 那这块磁铁 封住 哇去 这一局还真让球者打出来了 戏手 往旁边走 然后进板子 算一下外面的马机 牵制那台72 连炸炸中 遥控雷 哇好的 这种遥控雷 在皮皮手上变真的 但是球者现在的话已经打出了一个缺口了 就是他们的机子已经够了 所以说这边如果有国命 就一波 就下来了 有可能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皮皮这边的话 我估计他会传 我觉得皮皮这波会传 不传 皮皮打不了的 一定要传 所以球者这个时候要起新机子 他先看位置 然后看你们的密码机 我觉得一定会传 大 挨刀 捞下来 这可就是个四人开门战的感觉 64的机子 这薄命20秒 先知这边的也到了 两个人一起修 看他因为这边的话 待会可能还有一块磁铁 我是觉得当时那波传送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种局 看一下来皮皮传的概率会高一点 但他这边可能考虑到的也是 毕竟狼队双熊在嘛 这两个人现在放走了 待会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机会能再见面 选择过来追 那这样的话 小果冻拉开身位 还是杂技第一波救救的好 然后这里的话 病患还要这样过来保力活 一刀倒地也挂飞 58的门 这个门 差不多 人挂飞了 应该也开了 就看这边 病患怎么说了 病患这边在排地窖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但是地窖的话 其实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刚刚小果冻挂就挂在那边了 传送 好 反走地窖 反走地窖 这个位置 哎呀 那应该是不知道地窖 这个跑位的话 应该是不知道地窖的 这个跑位应该是不知道地窖 先至这边还要拖一会儿 但皮皮应该是知道的吧 因为刚才在那边打过呀 人都在那边挂过 嗯 这里小果冻被挂飞 应该也会帮忙来排 再沿边线绕回去 现在皮皮是肯定不知道的 但是不压的话 如果到了 我觉得这边还有机会 能拦这个病患 看皮皮的一个走位 好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还是三跑了 还是三跑了 这马的话 穷人者拉满了 只能说 就是在中期那波就 当然这种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当时那波就不下来 或者说这种来就风险很高 但是风险高 它收益也高呀 感到不行 我们下节目